第39题 39-40-41-4题组 它说两个相同的轮轴 轮半径20公分 轴半径10公分 其中之一在轮上悬挂一个砝码 在轴上施力F1 等速度拉下绳长S 如图1 另外一个在轴上悬挂两个砝码 在轮上施力F2 等速拉下绳长S 如图2 装置中绳子的重量忽略且砝码都相同 不计摩擦力 回答39-41题 那么第39题是问 两个力量F1跟F2的大小比为多少 我们可以用轮轴的计算公式说 轮半径乘以轮丝力 轮半径乘以轮丝力 等于轴半径乘以轴丝力 等于轴半径乘以轴丝力 这是我们的轮轴的计算公式 但是我们也可以直接 用比的方法就知道了 因为假如我们的轮轴的比呢 是1比上3的话 那么它施力比就是3比上1 那如果我们晓得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晓得 这个的半径一个是死一个是20 所以它半径比是1比2 那么力量比就是2比1 所以这边是这边有一个重量是W的话 那我就施力要2W 那么这边我们在轮上施力 这个半径比是1比2 然后施力比就是2比1 所以这个是两个W的话 我只要施力一个W 因为这一个重是W 所以这两个重呢 叫做2W 那么我们的比例是2比1 所以施力W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关系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F1跟F2的比值呢 应该是2比1 所以第三天九题 问我们F1跟F2大小比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B 2比1